万事万物都不离心 八菩提心是直接在心地上用功 山河大地一切都是从心响生的 修行是为了回归本心 回归本源 所以修行你不找到根源 不从根源入手 回到本源去 那么你入道就看不到 佛把所有我们宇宙看明白了 他是个觉悟者 知道哪里是目标 怎么样才能直接了当回到目标去 我们修行也是 一旦入佛门就要知道 修心 发心 修心 这就是最根本的东西 既是入手 入门 也是将来啊 修行中间所有的内凡 这包括将来的归室都是在心 离开这个心 离开心 就错了 你看 于静一公 于赵恩记里边也说了 我们也做这样的事 也做那样事 但是人家 上帝早就说了 没有一扇 反而很可恶 为什么你是行事 把别人要带坏 所以人家 不仅说没有好处 很可能立马给你来货 加货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万事万物都是心的体现 我们遇到万事万路 一定要回到本心去 拉回去 这就叫谢行 华人经里边也说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把他讲的这个事情 都是你本心本心的体现 每一个微城里边 可以包含无量路边的世界 为什么 他们通通都是心的表现 就像阿弥陀佛 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清静庄严美大的世界 建议我们去修行去 通通是心的变形 一切心 离开心 去求法 去觉悟 那都是不可能的 不错误的 所以经常跟大家强调 现在这个社会 搞一说 搞佛 学佛 花样很多 形式多样 但是呢 往往都离开心了 就错了 就错了 都搞不清楚 我们是做什么的 最后都是白干 所以佛经里边也讲过 末法众生啊 一亿人修道 寒一得道 修道人太多了 但是很少有一个人能成道 为什么呢 都在心外啊 修法 心外啊 打转转 打千拳 这是最可怜的 巴菩提心啊 实际上 就是直接啊 就在心底上用功 在心底上修行 改正自己 这个啊 是最直接的学生方法 没有一个更直接的 在心底上改正自己 直接就获得啊 心底上的保密 最快 这是 巴菩提心 做义工 为别人服务 是我们修行 最稳妥的保证 莲齿大师 竹窗二笔 里面讲过 真正修行 佛法成就 能够承担 佛的是业 普度众生的人啊 得需要啊 三朝天子福 七世状元才 啊 这是至少不过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福德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啊 智慧 我们 我们请质问 有没有 够不够 如果没有 如果不够 我们 我们 西纪于 成道 西纪于 修行 有成 我们想想 我们脚下的 根基啊 能不能支撑起 我们成道 这点 伟大的事业 如果啊 我们脚下的 地基啊 很平静 很薄弱 不够 我们啊 想成就啊 菩提 大树 恐怕呀 是不容易的 很可能 啊 在 生长期间 就因为 缺肥 少水 而枯萎 很可能 因为土地 贫瘠 薄弱 而 菩提树 摔倒 到目前 打气的 同修不少了 真正能够 坚持下来 真正能够啊 有坚定的 毅力 走下来的 当然也不少 当然也不少 但是其中 也有不少 跑来 跑去 或者不休了 为什么 他家呀 怕吃苦 怕奉献 学真正佛法的 这点信心啊 在贫瘠的土壤里啊 是茁壮 成长 起来的 尤其现在是末法时期 啊 我们统修 通过打气 忏悔就知道 我们呀 恐怕是 恶业多 而福得少 罪业重 而福不清 以这样的 情况 想 成就佛道 摆脱六道轮回啊 是不相符的 是不相蹭的 所以很多同修 修一修呢 就被外界的各种诱惑带好了 修一修呢 修一修就退下去了 啊 种种的因缘 把我们呀 从 成就菩提 这条大道啊 拉下来了 所以 地藏七 在 打气 期间 嗯 设置了 很多啊 啊 给大家 提高自己 善根福德的机会 通过义工的形式啊 为佛菩萨 弘扬佛法的事情啊 做些事情 啊 为大家呀 修行 受益 做些事情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众生受益的同时 我们脚下的土壤呀 善根福德因缘 就在增长 对 我 我 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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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